各位網友早晨,我是五仔 早晨,我是欺 我們欺5 晨早新聞報傳 今天很大風 昨天和今天都很大風 但是真是掛不到8號 澳門掛了,值不值得 請大家給個like支持一下 今天天氣如何 來到8月10日星期三 3號強風訊號是現證生效的 今天的天氣雨傘是吹強風程度的冬至冬南風 初時離岸及高地間中吹烈風 稍後風勢會緩和 多雲,有狂風大驟雨和雷暴 可以非常大浪和有湧浪 日間氣溫徘徊在28度左右 最高之外線指數大概在3強度 屬於中等 和天文台表示 除非本港風力有明顯上升的趨勢 否則需要發出較高的熱帶氣旋信號 機會不大 好啊 風球也有很多東西跟你說 待會再說吧 3號 3號 幼稚園已經停貨了 看到標題 嚇得我 他說 木蘭金組迫近改發8號風球 將在上午為遲 下面告訴你 澳門氣象局 澳門和香港差很近 差不多走過去 走那條港珠澳大橋 為什麼人家是8號我們3呢? 待會再討論 今天有什麼說呢? 看到一單群抽 20個打2個 上次7個都說打死人 今次20個打2個 打完之後 雙姐說我自己摸摸而已 真恐怖 究竟是什麼事呢? 等一下研究 另外 國安處那邊 拘捕了4個公務員 包括公務員secret 2個管理員 哇 超級抽 整天那一檔 就爆公務員的秘密 那是不是秘密呢? 我不知道 待會看看為什麼被人抓 嵌樹也是有的 摘住那部小巴 原來小巴現在有紫色頂 他不說我不知道 真的 嵌樹 香港都嵌樹了 澳門為什麼8號波 香港3號 還有 52歲的婦人 被15歲的小朋友偷拍 年輕人被捕 很多風化案 擺後一點 有些人說 我不會聽 你不聽就不要聽 很多人聽 世界上很多性罪行 確診方面 4045人 3人死亡 我們先說一下風 風 現在3號風球至少維持到中午 熙熙說得很清楚 現在說 幼稚園 肢體雙殘兒童學校和智障兒童學校 今天是停課的 社會福利處勸於市民 不要送子女和家人到幼兒中心 提供課學服務中心 長者服務中心 包括庇護工場 綜合職業康服服務中心 綜合職業訓練中心 那些很多 全部都是 你自己打去吧 最清楚就是 肯定幼稚園不用回 小學他都沒有寫 小學中學都要回 要 但是事實上 我覺得我昨天 因為我搬屋 很大風 昨天好像比較厲害 剛才下街買早餐 覺得有什麼風 橫風橫雨 昨天很多人都說 哇 8號的風力 他說是8號的風力 我覺得是 我也覺得是 你問我 我也覺得是8號風力 有時候8號也沒有昨天那麼大風 澳門就跟你掛了先 澳門 嚇得我的標題說 今早迫近改發8號風球 將在上圍遲 原來是澳門氣象廳 表示南海北部熱帶風暴木蘭 很厲害 但是說 澳門也掛得 你香港就不掛的 這樣 不清楚了 香港要保持穩定的社會 上班吧 我們都喜歡上班 除非你中了六合彩 那麼多寶 三柱中 瓜分 五千五百四十六萬獎金 有沒有粉中 說你聽聽 一號 十二號 二十五號 二十八號 三十六號 四十六號 特別號碼是十三號 頭獎三柱中 每柱派一千八百四十八萬九千一百五十元 二掌都十點五柱中派五十五萬 哇 發財了 他說下次也是八百萬 那我已經被人割了 那個錢已經 他說 暑期金多寶 投注額今次 分了五千多萬 都可以賺 總投注是1.25億 但是跑場馬也不止 六合彩 原來真的不夠跑馬來的 其實 你說在休暑 現在也下雨 又不是很熱 之前是很熱的 馬應該休息一下 好 疫情期間 疫情期間 四千多單 四千零幾 四千零幾 四零四五 四零四五 就是三人死亡 看到報紙 其實要找詳細的資料 又不是特別多 所以跟你說一說就算了 好了 說一單 沙田中年男人 裸療陷阱 幸保不實 今早凌晨1點 即是凌晨1點 警方接報48歲 男人沙田沙角街報案 說跟女兒談得好 懷疑墮落 裸療陷阱 48歲的阿叔 剝衣服給人看 幹什麼 你叫女兒剝衣服給你看 被人拍了不雅照片 阿叔當然以為自己魅力很大 透過互聯網發放自己色情的影像 然後被人勒索金錢 案件列作勒索 沙田警區刑事調查隊跟進 暫美有人被捕 今天的嚴濕事件相當多 但先說一說 昨天有個22歲的壽星仔 說到是過世 阿佳 很多人說她是好人 其實是怎麼坐上被人打死的 本來不是想打她 現在有五個器官 用得為愛人間 醫院感謝無私大愛 打死人那些真的要被捕 你想想 其實那些器官這樣打她 有些真的有瘀血 打死一個人 多重手才行 阿佳也是好人來的 阿佳也生前 簽了器官捐贈卡 對社會有貢獻 真的 她有什麼用得呢 心臟肝 肺 肺 眼角膜 都捐出來了 真是 南無阿彌陀佛 希望她下一世做個非常好的人 又有好的待遇 又有好的待遇 今世那些又還了 打理那些也要還了 這件事真是可憐 好 暴力事件其實我覺得很多 看看哪一件事先說 先說這件事 尖沙咀兩個男人 她怎樣 遭群嘔 爆樽 聲稱自己跌倒 把相片看上去幾個 有些相片大歪索 就二十幾個 要不需要二十幾個打一兩個人 被那些車鏡就拍到 這件事其實是昨天的影片封傳 報紙封傳 不過已經是七日 星期日發生的 街頭暴力打鬥 社交媒體流傳這段影片 她就在柯士甸路和金巴利道交界的食屎對出 兩個男人被人打 至少十二個大漢 我睜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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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睜 當中有人拿長竹枝、膠椅、狂撥 不斷打 被人打的那個其實有些懂得擋 起碼擋著自己的後尾枕 擋著腦子 但是 你們這些 趕快找位子走 是難一點的 但也跑步跑贏 比被人捱打 好慘 不斷打那兩個人 有人起飛腳踢他的頭 現場粗口橫飛 有個的士的 應該是的士大哥的車鏡拍光了 整件事 看起來就不像車鏡 就像電話拍光 還有一些爆玻璃的聲音 相信有人向市主爆樽 事發時有鋁清潔工 推著垃圾車到現場 聽到打鬥聲 看看什麼事 看到就趕快走 在路邊停車的的士大哥 看到整件事 恐怕央及遲餘 方忙駕車就離去 這班人逃跑了 影片就終結了 這件事當日凌晨4點 警方才收到報警 派人去看 發現三個男人 一個38歲的男人 他說自己喝醉酒 跌倒而已 經過檢查後拒絕送院 被人打完之後不敢報警 我沒有啊 我跌倒而已 很難說 可能最近怕在附近 又在附近 又怕別人點到你傷 有時候 又或者有些人附近 有店鋪資歷 在哪裏擺街鋪也麻煩 但這些事當然沒有 所以就說 你晚上出街不是說是女生 男生無厘頭打 這次又沒事了 走得和跌倒 像上次阿佳仔那樣 被人打死了 無端端還要是 人都沒有了 還要是點錯相 那就麻煩了 你這些事 唉…很難說 所以就盡量少去這些危場 君子不立危場之下 好 再說了 不行了 真的太多色情話了 先說一條 被控在教堂裡 非禮九歲女童 六十歲的男人認罪還押 變態呀 這個六十歲的男人 被人看見他在教堂裡 新的手入九歲的教友 即是教友的女兒的褲裡 新的手 變態人 被控非禮罪 就在九號 西九龍裁判法院再提訊 他認罪 他 這件事是今年五月二十九號 立刻 馬上審了 案情指 當日 呂彤X 坐在被告的右邊 摺紙 天真無邪 身的右手 就找人屁股 然後抱起他 放在自己大腿 再找過 一個清潔工 目擊這件事 留意到 呂彤既緊張又焦慮 於是通知教會職員 職員趕到大堂 同時看到被告 都是繼續在搜尋 被告被揭發後 否認非禮 那女生的父親 當時坐在他們對面 但專心 為被告收你手提電話 就沒有留意 疑人發生什麼事 這個混蛋 人家的父親幫你弄手機 你在弄別人的女兒 淹了他就算了 離譜 簡直是毫無道德的垃圾 我講一講 有宗少女 龍胸手術後 死亡 婦產科 名醫 王家謀 專業失得罪名成立 哇 重罪了 除牌五個月 對呀 除牌五個月 接著就繼續 應該是吧 要考過還是怎樣 我不知道 虎科名醫 2010年 為一個二十多歲的女子 進行龍胸 注射過量麻醉藥 令她全身抽搐陷入昏迷 宋苑十二日後死亡 死因裁判 哇 裁定女子死於不幸 打過量麻醉藥是屬於不幸的 這樣嗎 相隔十二年後 醫務委員會在9日 在就事件展開紀律聆訊 就說她六項專業室可以 她有事還未能出席 不出席也可以 醫委會最後除牌五個月 不能緩刑 不過她原來在2020年已經退休了 除牌還未有影響 嘩 這樣死了在手術桌上 用過量麻醉藥 不是要算好嗎 是啊 不知道為什麼 不知道為什麼 死了 那三個護士助手都沒有專業資格 請一個人回來穿護士袍 又說是這樣的 沒有持有專業資格 沒有適當訓練 她都是假裝護士的 穿衣服 她說我除牌子 除牌子 除牌子 但人家死了 我說我退休了 兩年前 沒有事了 現在香港 沒什麼事 不要僭建自己 死了之後 沒有啊 沒得追究了 死了 大吉利是 嚇死人 好 另外說一下 旺角七人車 逆線撞電單車 鏟上行人路 警察打爆你的車窗 哦 才知道司機原來不舒服 就讓人成意外 這件事呢 你上網看和報紙看 是兩件事來的 為什麼呢 你上網看到片 我是先看到片 你見到那些警察在渴死司機 然後拿警棍 不斷打開車窗 因為其實當時的畫面呢 是貨車司機 那貨車是撞到電單車 就不停車 就不肯 就不停車 整件事就好像瘋狂駕駛 警察就想拔槍 然後同袍按他就沒有拔槍 其實他們當時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這件事是旺角的交通意外 昨天下午四點 一架七人車駛到洗衣街北行 他逆線轉入界限街慢駛 撞到型頭的綿羊仔電單車 司機沒事 但是他不停車 不下車 當警員到場 試圖要求他下車 但是他沒有下車 七人車更加向前慢流 鏟上右邊行人路 再撞到建築物才停 期間一到 差點撞到警員 他看到這樣 他說 他以為你玩東西 拿一支警棍出來 就打爆你的車窗 之後 把他拉出車廂 警察 經過警方調查 這個司機 其實他沒有酒駕 也沒有毒駕 但是原來他是頭暈 救護人員把他送院治理了解之後 救護員替司機檢查發現他的血糖過低 立即跟他打針 可能打葡萄糖水 打高他的血糖 司機恢復神智之後協助調查 報稱自己患有低血糖症 平時需要定期吃藥 即是他有不舒服 低血糖炸車 一暈起上來 真是逆線剷進去 幸好沒有殺死人 你不懂得停車到一邊 報警頭 你這樣 有些人就說 警察這樣 有些人就說 我覺得 他不知道的情況下 他不殺車 那車真的會動 誰知道你上面怎樣 要拔他下來 去制服這件事 你不可以讓車 這樣逆線 差點撞到人 這是很危險的 這件事很驚險 在網上看過片 原片你們真的可以上網看看 哎 厲害了 阿sir 真的 不斷拿一支警棍 另外再說說 國安處 拘捕 四名公務員 包括公務員Secret 兩名管理員 群組可能會關閉 這樣 哇 這件事很厲害 你們經常上去看 看看有什麼白 公務員Secret 正所謂是 規避之心 人皆有之 秘密 國安處 今天拘捕四個男子 兩個社交平台群組管理員 涉嫌作出 具煽動意圖作為罪 另外兩個男人涉嫌 被詐騙 消息指 被捕四人都是公務員 其中兩名被捕群組管理員 分別任 民政事務處 民員 和政府資料科技總監辦公室系統分析主任 都是 這個分析主任應該大大 他們管理群組就是公務員Secret 過往多次揭露政府內部消息 另外兩名涉嫌 欺詐被捕的男子 就是消防署的救護員 國安處 昨天上午 展開這個行動 拘捕他 剛才說的兩個 就是28和29歲而已 違反香港法例 第二百章刑事罪行條例 第九和第十條 作出煽動意圖作為罪 據了解兩人就是公務員Secret的管理員 對 在這個平台多次發布 引起或加深香港不同階層 居民間的惡感和敵意的煽動意圖貼文 警察曾經手獲多間消防局 兩個被捕的救護員 而是偽造文書 兩人是28和38歲 警方以欺詐罪名 拘捕這兩個男人 有指他們曾偽造文書被捕人士 獲准保釋後查 案件仍是調查中 不排除有更多人被捕 這個公務員Secret 他是2014年 記者在社交平台搜索公務員Secret 發現一個在2014年建立的專業組 在2018年停止運作 發文旨不會另開新專貼 將來所有相似專業和專業都是無關的 哦 之前已經有一個公務員Secret 做了四年就停運了 有一個經常看到的 是近期使用的 被指公務員Secret 第二代的群組 都已經懷疑被關閉了 搜索時 目前無法查看此內容 這個群組 很多人都上去八野 透露內部消息 自稱公務員投稿 新任公務員學院院長 郭蔭樹 在日前接受媒體訪問 透露有看過公務員Secret Facebook的內容 亦都了解公務員的心聲 咦 這個是正面的 這位新任的公務員學院院長 他是正面的 對公務員Secret 他說看到他們的心聲 而今年四月立法會會議上 有議員提及有公務員在社交媒體 對各部門要抽壯丁參與 抗疫表達不滿 亦憂會影響政府抗疫的工作 當時聶德權 公務員事務局局長聶德權 表示會追究公務員對外 發放不實消息和內部訊息 兩件事來的 不實消息和內部訊息 不實的就是放假 內部訊息就是真事 真假都會追究你 他是這樣說的 不實信息和內部訊息 要讓同事知道 有些情況 若他們本身發放了一些不真實訊息 或內部訊息不應該對外發放的話 我們是會嚴肅跟著和追究的 三部門說要嚴肅處理 涉案資料辦主任 即時被停職的 即時被停職 老實說 我有些親戚是做公務員的 我們問他的話 他是十問九不回答的 他平時跟你哈哈哈哈 問他那些 他都不會說自己什麼 是啊 我覺得應該是這樣的 但你說在網上 網上應該有言論自由 不過你說說公事 如果涉及一些政府的事情 是不是不行呢 那就是他們才知道 有沒有仇恨方面呢 那其實是否受恨 其實是說你覺得的 那這個就不清楚了 那看看到時會搞成怎樣 大律師也有些事情要說 或者晚點和OK仔做專題 研究一下 說話不行嗎 上網上也不知道 這些都是很新的法例 另外說說 柴灣有15米高大的樹 哇 15米很大棵樹 連根拔起 你想想 吹到15米大樹連根拔起 3號風球 壓爛了6架車 這樣 現在 柴灣那裏有些藍軟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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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軟 催嵌大樹 凌晨2點 常達街露天亭車場 15米高的大樹 一下摘下來四部汽車的車頂 當中包括 就是抗疫小巴來的 原來藍頂 還有保母車 另外兩架小巴被樹刮花了 車頂車身都刮花了 消防員到場了解 沒有即時的危險 但你看到也非常大風 為何這麼大棵樹都可以弄斷 好了 看到車鏡直擊 大報道電單車頭搖右尾擺 失控撞燈柱 司機半昏迷送院 為什麼會這樣呢? 她是長沙灣大報道一個電單車司機撞到一條燈柱 車椅看到他放左擺右擺著 不知道為什麼 撞到人車分離 電單車隨後向前挖行10米 43歲姓荷南 司機半昏迷腳步受傷 送到馬加烈醫院治理 警方正調查事件的原因 真的 開車小心 有時天雨地說大風吹也未頂 另外說的是 四個劫匪劫車 預折橫衝直撞 警員向車頭開槍也不肯停 兩個男人判六年半至九年 四個青年 前年亮刀劫車 警員其後在粉嶺公路發現七人車追他不肯停 開槍打他的七人車車頭 繼續加速 然後法官就判刑了 昨天 四人似乎非案中主謀 但他們有計劃 有計劃 一起犯罪 其中一人為逃避警方的追捕 以極惡劣的態度來駕駛 就說要判六年 和村謀販毒被告要入獄九年 這班人很年輕 四個被告 二十歲跟車工人姓陳 王子諾十八歲學生 姓羅羅雪浩 三十歲洗車 和一個黎詠生 十九歲都是學生 這樣就判錯這麼多年 真是多不值 所以說年輕人不要認識一些不知什麼人 出去喝酒 又隨時被人點挫傷 出去什麼的話 又隨時被人點挫傷 無端端坐幾年 又說將軍澳爆竊珠寶店 兩人走路 重案組跟進 厲害 厚德邨 商場的珠寶店發生爆竊案 在凌晨四點 兩個穿黑衣黑褲 走去叫 叫完就撒東西了 保安員尋經發言 喝止他 兩個人馬上走了 兩男女負責人到現場坐查 有沒有不見事 初步調查 相信是爆竊案 追輯這個 涉案人士歸案 好 另外說一件好色的事情 葵聰52歲的女人被偷拍 15歲的死年輕人虧淫罪被捕 真是虧你淫得出 52歲中年女人 在葵聰大連排道一個室內地方 懷疑那個年輕人用手機拍他 真是 給點質素好不好 15歲男童 案件交由 葵聰警區刑事調查隊 第二隊跟進 有些人說 什麼什麼什麼 52歲都很漂亮 不關事 16歲叫合法性交年齡 那16歲生一個 那個做得你阿嬤 加32 15歲了 別玩了 你真是 你真是 他貪 貪過癮 貪刺激 你回家看片 15歲年輕人都不應該看 自己幻想一下 看J圖 那些沒有的 看得那些 但不叫你看 你真的不看嗎 對不對 那些是出界 簡直是 離譜 52歲的 有些太太 你都說要這樣 有些人說 二嫂很棒 那些是優淑貞 那些是優淑貞 那些擺明是 真是上腦 唉 這些真是回去 都很難得到 你得不到什麼 抱一條這樣的罪 真是很難得到 不要讓人知道是誰 笑死你 好 另外 我說 昨天那對夫妻 合力強姦菲傭 有人說 不想聽 好賤格 是好賤格 這件事真的很賤格 有些後續跟進 你們就上網看看 他說 sir like you 然後 拒絕入房 然後按著他對手 然後說什麼 pay money pay money 刺罵這些案件 昨天還有一些法庭 他們的資料 也相當詳細 也很差 有這些情節 用來拍做咸片 簡直可以有畫面 但這些是不對的 他說一直在強她 女主人在旁邊游泳 他說OK啦 OK啦 這樣 很離譜 兩夫妻變態 鬧幾句 算了 不要說太多細節 還有會晚一點跟大家說 酒店檢疫4加3 好像說 有一點混亂 但是有一點好事 有4000人提早放逆監 究竟好還是不好呢 其實好不好都是看兩面的 待會再研究吧 今天時間來到這裡 謝謝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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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